PIS 到底为什么会亏钱?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去了解,Let's go! 第一点,了解你目前投资的是什么样的犯 首先你要了解的是你的犯是 Default Option or Non-Default Option 首先你会在这边看到 Default Option or Non-Default Option 那如果你选Default Option的情况之下 它会Base on你的税数来帮你挑选你适合的犯 然后如果你选Default Option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自己本身想要选择自己适合的犯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就会让你选择全部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选Default Option的话 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它会帮你的犯去进去别的不同的犯 就是Base on你的税数 就是Base on你的age range 那如果你是选Default Option的情况之下 就是告诉它 我自己想要选择自己想要购买的犯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Public Islamic Strategy Equity Fund Year to Date它的 return 是会远远高过其他的 Conservative Fund Moderate Fund 还是Grow Fund等等 那Default Option最主要 它们是跟着你的年龄来帮你规划 比如说你看到的是45岁以下 你就会投资在Grow Fund里头 45岁到55岁就是Moderate Fund 而55岁以上就是Conservative Fund 这个基金分类的用意是 经过你的税数来计算 你还有多久的时间退休 然后再帮你评估 你是适合什么样的基金而设 Non-Default Option 就是你可以自由而无需 跟着自己的年龄来投资你的PRS 换而言之 就是你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甚至还可以选择投资在这些外国的 来做股Equity Fund 来有效的增加你的退休基金 第二点 Lum Sum vs Ringgit Cost Averaging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Lum Sum Investment 其实Lum Sum Investment 也称之为One Time Investment 就是一次性的投资 那如果你本身投资的点 是在这个星星这个期间呢 如果你有感觉到 Market动荡还是什么的时候 就是你们称之为亏钱的时间 但亏钱的时间 如果你要等到这个 One Time Investment赚钱的话 其实就是等这个Market升回上去 然后过了这个Break Even Point 它才能赚钱 所以如果你是一次性投资的话 相对之下 你需要take longer time to break even 那第二种情况呢 叫做Dollar Cost Averaging Dollar Cost Averaging的情况之下就是 Regular Money Investment每一个月定期定额储蓄 就是不管经济好不好的情况之下 还是依然坚持的存 然后从这情况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个月定期的储蓄呢 就是当如果Market是slightly downturn的情况之下 它在存的情况之下 它就可以把它的Average Cost Per Unit 就是它的Break Even Point拉得更低 因为刚才原先只有一个点的情况之下 就是要等它身上超过这个点 但是如果现在目前我们有五个点的话 那其实在中间这一边的时候 已经开始Break Even Point了 所以Dollar Cost Averaging 基本上就是帮你解除掉 会亏钱的问题就是可以帮你Lower Cost 那个整个成本 然后Shorten Break Even Point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如果人家讲说Market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 我继续买进的话 会不会有更大的风险 那其实呢 如果你是造成每一个月 Money Investment都是投资400块的话 以这个个案来看 就是Total它存了一年12个月4800块 然后当时呢 那个进场的Market 你可以看得到从0.5cent 它降到去0.49cent的情况之下 其实Unit Trust最主要呢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当你在存钱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累积这些Unit 那这些Unit又怎样帮你增值你的Saving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看 Total Investment Cost 4800块 那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Market Down Trend的时候 它累积出来的Unit有 9270.34就是你看回这一边 它能累积出来的Unit 然后你拿到的Average Cost Per Unit 就是拿它原本的4800块 再除以9270.37Unit 你就得到0.514吧 所以意思讲来就是说 从0.50cent到0.49cent的时候 它已经帮你拉低了 那个成本变成0.51cent 那如果Market在升回超过0.51cent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它就开始赚钱了 所以当Dalt Trend的时候 存钱其实意味着就是 当Market在Discount Rate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Unit 同时可以帮你拉低更大的成本价值 那就有人问我 如果Market在身上去Uptrend的时候 我们适不适合在Investment呢? 那情况就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每一个月还是照存400块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NAV Net Asset Value 从0.5cent涨到0.66cent都好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Dotal Investment Cost还是4800块 但是它累积到的Unit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少咯 因为当Dalt Trend的时候 Unit是比较便宜 可以累积到更多的Unit 当Market uptrend的时候 Unit会累积的比较少 所以从那情况 Average Cost per Unit 4800块 除以8026.48Unit 你可以得到的价格是0.5980 所以从这情况呢 它一样还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就要看你有没有每一个月储蓄 相对之下拉低它的成本价 但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Uptrend存比较适合 还是Dalt Trend存比较适合 那就由得你去看啦 想要把自己的最终基金 放在这些蓝筹股 而不亏钱只有几个秘诀 就是定期定额 不管Market上下 继续累积你的Unit 继续拉低你的成本 能不能快点见到 你要见到的Break Even Point 就要看你存钱的自律性 第三点我们就要了解 蓝筹股适合我们长期投资理财嘛 首先你要了解呢 一个蓝筹股要进入真正的市场上面 让你去投资的情况之下 它其实有很多的门槛的 那在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呢 最主要有三个大的交易板块 一个就是叫做Main Market主要市场 第二个就是叫做Ace Market创业板 第三个就是Lib Market 然后接触企业加速品牌 就是Small Cap 中小型企业的类型的 那Form9的情况呢 为什么觉得到蓝筹股 可以帮到我们去做一个更好的 优化我们的储蓄呢 最基本呢 如果你要成为Main Market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你那些上市公司 其实就是在Main Market的 那他们最少呢 三个到五个的财政年的利率 经过他们的Tax之后 最少他估计要有2000万令吉 在他的公司市值 然后afterTax税收之后 他至少要有600万 所以上市的时间呢 他整个公司最少 他的市值要有五个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如果你本身的公司要上到Main Market 其实是不容易的 他有他的门槛 但是AB也不是想要跟你们说 他一定不会亏钱 还是什么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Main Market的情况之下 他们已经filter的非常的好了 所以从那情况之下 要真正的亏到变零的几率 其实是不高的 如果你真正有看EPF的new这边 他们的equity share risk里面呢 基本上他们的top 30 equity 他们所holding的fun 多数都是马来西亚的蓝筹股 所以从这边呢 其实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 EPF你是one of it 所以情况之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还在担心说 你的fun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其实EPF这样大的金主 也是在背后支撑着这些蓝筹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至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这边的PRS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allocation呢 大通小益也是投资在那种巨头的蓝筹股 breast matter,telecom,timedop,wifi的这些产品等等 根定不哈,Guala Lumpur,Kepong不哈,QL resources 全马最大的那个供应商FamilyMart的这个供应商 然后financial sector就是CIMB,PUBANK 然后communication wise呢 好在就是我们的PRS呢 还有allocation在一些外资 就是Foreign的这些fun里面 有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微博啊,小米啊等等 然后还有那种AIA 平安的保险等等 然后还有分散在美国的这些地方的时候 就会有Apple啊 然后Microsoft啊,NVIDIA啊 那种大新股,还是Amazon,Better,CIMB等等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 如果你的钱存进去的话 它有分散投资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跟着timeframe去做你的strategy 然后等着这些股票可以稳稳的上升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退休基金就可以随着时间而满满的增长 那PRS为什么会亏钱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你是Lamsum Investment 还是Rangular Investment 还有你的Investment Horizont 就是你最主要要考虑的部分 如果你经PRS只是为了扣税 那你就必须要选择进钱的方式 然后就慢慢的累积直到你退休为止 了解你的投资目标 赚钱是需要时间的 亏钱也来来继续就是市场反应投资的情绪而已 如果你是相信guaranteed return 而且每一年不会有任何起伏的包装方案 你赚的不是谁的钱 就是你GO的亲戚朋友的钱 分散好你的储蓄 价值投资才能帮你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如果还有以PRS的疑问 请向我安排Zoom Session免费咨询 如果是Binan的朋友也可以找我喝茶聊天 在这里祝大家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我们下期再见